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雨 这是我们还中国行的第15天 我们要去往的是张叶 张叶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七彩丹霞 那我们就走起 前面的山有点那种味道了 就是七彩丹霞那种红红的粉粉的这种感觉 你看我们中国的大山大河太多了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每隔一百里就有不一样的地貌人文 风土人情 太安逸了 所以说我们出来旅行 真的是很享受这种过程 舒服 继续往前进 现在我们在连货高速公路上 这条高速公路是从江苏的连云港 到新疆的霍尔果斯 是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 我们现在来到了五威服务区 然后休息一下吃个午饭 这边好多大货车 全部都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中转站 来看一下 那边全部都是大货车 一直从那边看过来 这边全部都是 而且很多排 这是一排两排 外面还有三排四排全部都是 现在我们开始吃饭了 还不错 我们自己带过来的盖饭 挺好吃的 然后还买了个西瓜 这个盖饭非常好吃的 我们是高速路前去一家饭馆做好了戴胜高速路的 因为要开比较久 然后中途如果天天吃泡面 吃方便饭也不舒服 也没有多健康 所以说吃这种 来看一下 特别的香 这什么好吃 这个盖饭很划算 14块钱 分量足够我和毛毛哥吃一顿的 你看嘛 这只吃半份 就像我们都吃泡面 吃方便饭 然后觉得也不能这样 天天吃太难受了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一个保温筒 如果路途比较远的情况下 我们就在上高速路前 到饭店去 做一个饭 然后带走 来吃一个西瓜 这个西瓜是我早上 上车前轻飘细选的 哇好甜 我非常会选西瓜 就是那西瓜你要这样拍它 如果拍出来 它有一点抖抖抖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好西瓜 就会又甜水又多 如果拍上去 像一块石头一样的话 就不行 那种西瓜就不好吃 现在吃完饭呢 我们继续往前进 目的地张叶出发 现在这个地方变得有一点 荒凉了 两边感觉全是戈壁 这一段路就是古时候的河西走廊 对吧 对 汉武帝派张迁 就是通过河西走廊 寻找了大约之抵抗匈奴 并且这个河西走廊的历史地位 非常的重要 很多大事就和河西走廊有关 有一个 比如有哪些 唐玄藏西天取经就走到河西走廊 还有张迁出使西域也是河西走廊 还有著名的嘉玉光也在河西走廊 对哦 河西走廊非常重要 当年汉武帝占据河西走廊之后 就成立了河西四郡 并且西汉的面具向西猛增 这个地带是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地带 对吧 现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长城的遗址 全部都是开过来可能五六公里了 一直都看到这种断断续续的 然后现在看到的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了 然后再隔不到一公里就是长城口了 这里吧 这里就是长城口吧 这个地方 这个最最大的一个墩 右手边 哇我的天啊 居然长城口修在高速公路边上 哦对对对长城 易服务区这里叫 就是古时候的一个驿站吧 对吧 哇我们到张叶了 张叶是一座穿越千年的美丽古城 这里景区还是比较多的啊 西夏国寺 木塔寺 镇远楼 西莱寺 然后还有最著名的就是七彩丹侠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 这高速公路下来张叶蛮漂亮的 你看左边左边它绿化真的好 哇不错不错 这个城市可以多待几天对吧 多玩一下 把想玩的全部玩遍了再过去 好舒服的一个城市哦 而且它的树 它的花全部都是五颜六色的 真的很不错 我们找好酒店从酒店出来了 赶了一天的路好饿 现在准备出去吃晚饭 准备骑这个支付宝出去 前面发现了一家美食小吃街 好有意思 你看它那个装潢 非常有当地的特色 走进去逛一逛吧 先看一看 哇这个门秀的就很古香古色的 哇哦全部都是当地的吃的 肉夹馍 哦烤肉酸奶 酸那油养肚 哇真不错 哇好多人哦那里 你看这好多人吃饭在这 全是当地的美食 哇这边 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干果之类的 看上去都很很有食欲哈 这是干果 这里应该是他们的市中区了吧 这么热闹 转了一圈 我们还是决定吃这家 古老九宫国火锅 好久都没吃火锅了 吃一点辣的东西 哇这家火锅店还不错哈 你看装饰得挺漂亮的 我们点了一个双人套餐 138全纳的锅底 有18个菜 非常的划算啊 这边的物价都比较便宜的 我们到这边来 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挺不错的 很漂亮 绿化非常的好 哇这锅底挺不错哈 九宫国的来看一下 哇 我们刚才查了一下房价 这边的房价好便宜哦 二手房的平均单价 那才3600多 我的天啊 这个城市挺不错的呀 修的很漂亮 干干净净的 而且规划的也很好 怎么会这么低的房价呢 哇这个菜上来了 真的可以啊 138 两人套餐18道菜 哇 而且好有食欲哦 那菜都上了就开动吧 这么多菜我们能怎么搞的 其实是不是 感觉就需要打包的节奏 怎么 pró 这哪个锅组 下 再下吗 中间 可以可以 那再来一点压肠吧 这个压肠 还有一点哈 我这压肠肯定是可以的 这里 再来一点这个 这个 下下去嘛 哇 可以 这鸡脚 这个香肠 香肠下下去 吃吧 好了 它的味道是可以的 标准的重庆火锅的味道 其实我吃东西还是比较行的 很多东西我都喜欢吃 但是就是饭量不太好 吃不了太多 我们出来了这么多天 到张叶这个城市啊 我觉得真的不行 这个城市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城市之一了 规划的很好 感觉就是一个小清新的城市 然后绿化真的很不错 我看看城市北边还有一个湿地公园 哦 还有个湿地公园了 我们准备在这边多待几天 然后多玩几个地方 这周边可以玩的地方还真的不少 除了最有名的那个鸡台单侠之外嘛 还有好多可以玩的地方 吃的差不多了 完全吃不完两个人 我觉得这是四个人的菜量 那今天又是要打包的一天呢 明天早饭又是火锅 火锅就吃完了 我们现在准备回酒店休息了 然后合计一下明天去哪里玩 那愉快的一天就结束了 那明天见 拜拜